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家在M1电视台表示 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不太可能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造成严重或致命的病情 罗兰大学理学院院长也谈到 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第五波疫情的开始已经可能出现在匈牙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染人数肯定会增加 寒假过后 各地恢复教育人力资源部表示 公立学校中有1%的教师没有接种疫苗 7.8万名教师中已有94%已经接种疫苗 少数有医疗证明或不及豁免 其他教员只有在接种疫苗后才能返校 国家教育学院院长表示 根据他的信息 三分之一的学校已完成疫苗接种 政府专员表示 从现在开始 人口少于5000人的定居点可以申请匈牙利乡村计划支持 他补充说 该计划包含更多新颖性 评估时间将减少 今年可提供700亿福林用于实施小型定居点投资 并支持乡村建设 乡村家庭补助计划和小商铺的运营 政府希望帮助年轻人开始他们的生活 找到工作 找到自己的家和组建家庭 因此从1月1日起 25岁以下年轻人将免交15%的个人所得税 国务秘书表示 豁免可能意味着受影响的人可以获得高达50万福林的额外收入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